因为现在国内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,所以导致现在很多结婚的人对于年龄的要求也在渐渐的放宽,从最早的年龄相差太多的不要,到现在的口号年龄不是问题,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 这一现象在帅哥美女聚集的娱乐圈表现得更加的明显,像现在的比较知名的几对明星情理,陈小春比英才儿大了16岁,吴奇隆比刘诗诗大了整整17岁,可是和娱乐圈中的明星们相比,有一对夫妻显得更加的令人吃惊,他就是杨振宁和和,小五十六岁,翁翻的结合,说起杨振宁其实并不是圈内人,之所以被很多的人所熟知, 一方面是因为他在科学上面所做的奉献,作为一位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研工作者,他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另一方面还有就是他的婚姻,也是令无数的吃瓜群众们议论了很久,因为他在前期去世之后的第二年,就和自己年龄相差五十六岁的翁翻结婚了, 这件事情在当年也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,毕竟现实版的耶孙恋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,如今有网友拍到了杨振宁的近照,如今已经九十六岁的杨振宁已经满头白发,小五十六岁娇妻依旧貌美,两人结婚十四年情比金尖,结婚这么长的时间当初的各种流言也已经不复存在, 当初不被众人看好的一对耶孙恋,如今相处得非常的甜蜜,让我们这些局外人也是开花了眼睛,从杨振宁的一些举动也可以看出,对于小自己五十六岁的娇妻也是十分的疼惜,并且直言在自己去世以后,翁翻找到合适的对象就可以在家,想的也是十分的周到呢,杨振宁和翁翻的这对耶孙恋也已经走过了十四个年头,虽然对于他们的感情,很多的人都是非常的不理解, 但是时间是最公平的,他会向我们证明一切